刚才来的时候 老五说他临时有点事 要出去一下 我怀疑很可能跟冷媒有关系 这可是个原则性的问题啊 一定要把握好老五啊 我就为这件事情担心 好 这酒也喝得差不多了 老白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和那个徐冠苏 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曾经 曾经爱过他 仅仅是爱这么简单吗 是啊 一个人活在世上 真的不是一个爱子 能够概括的 我跟他的关系太复杂了 他曾经帮过我 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 后来我们失去联系了 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去找他 是他支持着我活到了近年 可是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在见到他的时候居然是在 在监狱里 他成了我们的 是他 接下去吧 这么说来 这个徐冠苏 还是个很复杂的人 老妹 我劝你一句 应该忘了他 我试过 但是我做不到 要是这世界上有什么人 什么事能让我忘了他 我求之不得 但是我试过 我什么都试过 我做不到 请你相信我 慢慢的 你会忘记他的 好了好了 今天咱们就喝到这儿了 你连让我一醉方秀的机会都不给吗 好吧 我听你的 这天色也不早了 我送你回去吧 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推我出来喝酒 我不知道有多开心 我已经很久没这么开心过了 这样的时刻 总让人有一种幻觉 幻觉 就好像我们处在和平年代 我们不必去承担那么多的历史重负 没有硝烟 没有战场 不用考虑还有死亡的危险 相信我 会有这么一天的 大家都不会害怕 害怕第二天起来 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只是拼拼精进幸福的生活 可对我来说 这简直就是个奢望 老妹 今天来 本来是想跟你说一句话 什么 也许 我们今后不能再见面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说起来一言难尽 不 不 我 我知道 就是因为我是国防部派来的军统女特务 不不 我现在也跟你说不清楚 也许有一天你会懂的 我做事有自己的原则 收起你的原则 我不想听那么多 你心里想什么我完全清楚 也许这就是命运 让我们在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地点认识 或许换一个不同的时间地点 结果会不一样 生活不存在也许 也没有假设 你走 我想一个人带我 等等 等等 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 什么 夏州民马上就要调查私放传职的事情 你当心点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没有更好 完了 完了 再见 再见 出座 昨天谈得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跟唐敏玲的弟弟唐敏玉啊 最先楼的一顿酒席不便宜吧 总不会一点收获都没有吧 你派人跟踪我 我用不着 江音诚到处都是我的眼线 什么事情都会传到我的耳朵里 你作为特工 这一点你不明白吗 没什么收获 那你们谈了什么 谈感情 谈人生 能参谋真会开玩笑 现在是谈感情谈人生的时候吗 夏处长 我再重申一遍 我是一个女人 我有我自己的生活 你让我帮助调查渗透 我全都答应你了 可是你总不能不给我的生活 留出一点点感情的空间吧 我给你留了空间 可是你并没有完成任务 我 郭总 按照您的吩咐 我把江边的船一一查了一遍 确实有一条船 被吴广仁调走 抓吴广仁 停住 停 停 春风又绿江南岸哪 可怜丁某每日俗俘缠身 辜负了这良辰为景啊 戴司令 难得这么好的天气 咱们直奔各炮台 全当是踏青之旅 好 丁司令雅兴 我等李当陪同 请 炮台火力怎么样 能有效配合吗 能 能 前几天我们刚试过炮 都能打到小孤山了 戴司令 你们的炮台有多少门炮啊 炮的口径是多少 另外我还想知道 黄山 萧山 常山 几个炮台的兵力部署 和火力配器情况 一旦共军渡江 几个炮台怎么协调啊 是这样的 军山炮台的火炮 司令 常州会议以后 根据您的指示 对要塞的兵力和火器 进行了调整 建立了以黄山总台指挥部 为中心的炮火体系 具有正面宽 纵身大 多层次 高密度的功能 来 军山配备第一大台的第二中台 黄山自西往东 配备三 六 一中台 常山配备第四中台 第五中台作为后备 放在黄山营房 山顶配备石升的加农炮 德式石升的榴弹炮 山腰配备日式战防炮 三期战防炮 山底配备美式战防炮 各炮台之间有游动炮团的游动炮 这些炮都是根据汤总司令的命令 从台湾调来的美式战防炮 共有三十六门 可填补各炮台之间的死角 一旦有情况 迅速可以对敌人进行覆盖性的射击 摧毁北沿石基里和江面上暴露的目标 炮火的准确性怎么样 我们把射击目标按照坐标 划分为二十八个区域 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标号 如新岗位二号 八位岗位一号 这些目标提前我们都测量过 如果需要 无论日夜都可命中目标 好啊 探安博司令官跟我讲 江阴防线是铁打的防线 今日一箭果然名不虚传 藏总裁长 带我到旁边的长山炮台去看一下吧 好 请 这边有流动炮台 这个公共营正在埋设地上 划点手 停了 报告第四任长官 将要在公民营正在埋设地雷 请您息事 叫什么名字 报告第四任长官 非知识公民营少校营长唐炳裕 唐炳裕 和唐总裁长是 唐总裁长是 和唐总裁长是亲哥俩 一个老四 一个老五 好啊 一个是炮台的总台长 一个是龚民营的营长 真可谓打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啊 这可算作一段佳话 让记者好好宣传一下 是 雯琳啊 看来这坚守江阴要塞的重责 就要落到你们唐家兄弟的肩上 到时候 你们一个是炮击 一个是雷杖 让共军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是 绝不辜负丁司令的嘱托 埋了多少地雷了 报告丁司令长官 凡是方便登陆的地方 都埋上了 只是上发下地雷太少 只能重点地埋 这样吧 我回去以后 让军需处再给您调来一些 记住 一定都给我埋上 让共军上岸以后 没有立足之地 是 集散 白司令 那姜面是什么东西 好像是木牌吧 唐总太长 在 把那木船给我炸掉 是 准备射击 打掉将军的木牌 是 这木牌好像是唐总司令调用了 真的吗 鼎林不必担心 这长江之上不允许有任何可疑的船只 为辙格杀勿论 这是他亲自订的 打得好啊 我指的不是木牌 我指的是目标 就是要朝之寄来来之能战 这江音要塞在你唐总台长手里 我很放心 我不是要求过你们这后面也要修住公事吗 怎么知情未动啊 要求是一回事 可是我们一没钱二没人怎么修啊 你这理由恐怕站不住脚吧 谁不知道你们江音要塞付的流油啊 再说修住公事也用不了多少钱 这石头满山都是 最多买一点水泥木料 还有砖瓦什么的 至于没人 你不是有兵吗 你们守备部队全是吃干饭的 丁司令 您说江音要塞付的流油 那是孔庆贵司令在的时候 现在这江面已经被封锁 江音要塞财路早就断了 巧妇难为五米之锤呀 你少跟我哭穷 我告诉你 现在不是讨价还价的时候 一点防备措施都没有 万一共军从后面打上来 我看你怎么应付 司令 我们怎么办 你问我 我问谁去 军医 报告 丁司令 戴司令 夏主任 你干什么 丁司令 背纸是江音要塞证供处夏忠民 由于紧急任务在身 不得不前来冒犯 恕卑之无礼 丁司令 这实在实力 我一定严加管教 既然是军务在身 也不必居什么礼节了 什么事啊 说 什么事 戴司令 现在掌握了劫狱主犯的证据 所以先来抓人 抓谁呀 就在司令身边 是要塞里的军官 说名字 职务 要塞守部队总队长 吴光仁 你去口碰人 司令 经过调查 药犯在上船逃跑时 正巧吴光仁在江边 他私放船只 证据确凿 请司令批准抓捕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丁司令 有三名 和药塞有关系的囚犯 他们里外勾结 逃跑了 都这些什么人 是 共产党 是 共产党 人呢 一个死了 两个逃了 属下失职 请司令惩罚 夏处长 你刚才说谁结语 要塞守部队总队长 吴光仁 你 丁司令 代司令 夏处长 这件事情现在还不够清楚 吴队长毕竟是要塞的高级军官 是不是等事情弄清楚了 再下定论 唐总队长 证据确凿 你这是什么意思 来人 是 把吴光仁带回正宫处 结束调查 是 请丁司令 代司令 理解属下搅攻的难处 实在是不得也为之 夏处长 你刚才的举动令我十分惊讶 这江阴要塞 真是藏龙卧虎 对外有唐家兄弟联手 可谓固若金汤 对内有夏处长这样直言觐见者 应该是坚如磐石了 丁司令给我讲 告辞 正义 你昨天又找他去了 我是想多掌握一些真宫处的动向 没来得及跟你通报 好了 事情还没有结果 咱们还是先冷静下来想想办法吧 要是扣押在要塞 问题倒不是太大 可是一旦让丁志盘插手进来 和夏中民勾结在一起 后果可就相当严重了 弄不好 广人会把命搭进去的 广人 在齐林导小组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要塞中 黄埔军校毕业的中下层军官 大都和他单线联系 一旦他出了事 那损失可就大了 无论如何 我们要把广人救出来 我考虑过了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咱们可以联络一部分军官 集体把他保出来 那么做一个把握吗 我看差不多 不 当初戴永湘生这个药塞司令 广人兄也出了不少力 现在他不能全忘掉脑后吧 但愿吧 但愿他不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 那就这么定了 明天上午十点 咱们去戴永湘办公室保人 好 你表面是想抓吴广人 你背后 就是想让丁司令知道这件事 你什么意思 你这儿不是给我难堪吗 你就是想挑拨 我和丁志盘之间的关系 司令息怒 碑职在处理问题上 确实是先考虑 但是当时时间紧迫 碑职也是怕夜长梦多 为什么选择在丁司令面前 抓吴广人 实属于属下 不知道丁司令当天在江边时差 可是丁志盘天天都在盯着这件事啊 那吴广人交代什么了吗 还没有 他一口咬定自己是被冤枉的 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吴广人与监狱有关呢 我现在安排人手 对吴广人的士兵进行调查 什么时候调查出结果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希望司令早日签字 把吴广人送交到南京军事法庭 不然 就会有人来替他说情啊 你说的是谁啊 我 来了 进来 你们有什么事啊 司令 我和丙玉想来保释吴广人 唐总台长亲自出马为吴广人担保 吴广人是共产党的重大嫌疑人 这个你知道吗 一派胡言 我和广人什么关系 戴司令是知道的 我们是亲骨表兄弟 俗话说得好 视亲三分相 更何况吴广人被奸人陷害 那我和老五来司令面前求个情 你说该不该 应该 太应该了 请司令定夺吧 司令 当初这些人 本来是要跟随孔司令离开要塞的 是你命我 苦口婆心地将他们劝住 先不说我们这些人 如何安前马后忠心耿耿地为司令工作 就是想想当初 您从军械处处长 到要塞司令上任 大家对你的拥戴之情 你也不该冤枉自己的爱将 现在事情还在查 我不会轻易让他们给吴广人定罪 你们的心情我也能理解 如果能证明吴广人是清白的 我会亲自去监狱接他出狱 司令 你放心 秉林 我既然答应你了 我一定说话算数 好 你们有什么事 司令 梅汉梁和德如兄 愿意为吴总队长担保 请司令 遵循吴总队长保持 你们也担保 我也愿为广人兄担保 没参谋也来当说客了 看来吴广人的势力很大嘛 夏处长 当年我和广人兄同为黄埔八旗的同学 因为年轻气盛 参加了中国青年将校团这个秘密 组织而遭到逮捕关押 在我被关押期间 是广人兄一时照看着我的家人 广人兄是我的大恩人 司令 我今天上门求情 是求司令法外开恩 让汉梁替广人兄去受牢狱之苦 这件事你们让我太为难了 司令 我与吴总台长的同学之谊不说也罢 同僚之情司令也是敬之的 今天广人兄被关押 刚才进门之时又听得下处长之言 要将广人兄除之而后快 多如我怎能做事不管 司令 您先把吴总给放了 等事情调查清楚 它确实有问题 您可以再关押 我看 是有人在这件事上别有用心 老吴 你说这话真是孩子气 既然已经关了 哪有随便放的道理呢 你们都放心 我已经交代过了 让他们好好地照顾吴总队长 他不会在里边吃苦的 司令的话我们当然相信 可万一有什么人 他半夜里派人悄悄把我表哥给杀了 我们找谁要人去 对 秉玉说得很有道理 司令 请您看在我们几个人的面子上 把吴总队长放了好 我把他放了 他要是跑了 丁司令找我要人 我找谁去呀 秉玲愿意担保 秉玉愿意担保 汉良愿意担保 德如愿意作保 你们都愿意担保 那好 大丈夫是一言九鼎 请你们 给我写一个书面保证 子凌 这件事情 您是不是需要 给丁司令打个电话请示一下 喂 要证据对 朱队长吗 你马上办理一下手续 把吴总队长放出来 什么这个那个的 叫你放人你就放人 吴总队长 看来您老人家在药塞里的面子够大的 我从来都是忠义之手 不知道什么面子 不知道什么面子 你还不知道吧 药塞里面有很多高级军官 跑到代司令那里去闹市啊 连代司令都快扛不住了 兄弟情义嘛 管人 感激不尽 这正说明 你们的势力够大的 随便朱队长怎么想 我怎么想不重要 重要的是 夏处长这回又输了一招 在司令命令我释放你 来 把手铐给他打开 是 吴总队长 下次不要再进来呢 再进来 就没那么容易出去了 报告 报告 进来 吴总队长 现在 有唐总台长 梅参谋长 王团长 唐营长 为你做担保 暂且放你回家 但是你不能离开要塞半步 要随叫随到 谢司令 广人明白 司令 我们可以走了吗 嗯 广人 咱们走 委员 吴广人要是跑了怎么办 他能跑哪儿啊 我建议派人盯着他 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这你还用本我吗 你自己去安排吗 是 带司令 那 这几份保证书 是不是交由政工处 替您保管 今天的事谢谢梅兄 太客气了 广仁兄的事先兄弟们都会顶面相助 幸亏你及时赶到 中交有一段时间 戴司令把我都拒绝了 你来了就好了 咱们的力量就增大了 总台长的话说得有点过 说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先告辞 保重 保重 座长 还在为吴广仁保释的事情而担忧吗 我是真没想到 唐秉玲在江陣的势力这么大 今天又出来个梅汉良 替吴广人做宝 梅汉良和王德如 是吴广人的挚友 出面保释是很正常的事情 更何况 还有唐秉林在带头 我让你去 调查吴广人部下的情况怎么样了 今天我去了守备队 守备队的代理总队长李云奎 非常地配合 亲自为每个中队的中队长 都做了笔录 但是没有查到任何的证据 吴广人的队伍 那都是出生入死 打仗打过来的 不会轻易地出卖的 我们这种例行的询问 不会有什么结果 得使用点手段啊 小吕 情况就是这些 需要补充的是 目前要塞的局势 确实有些复杂 但是请守长放心 只要有唐秉林他们在 一定能够保证 起一顿安城 好 我明白 我要赶回江北区汇报 这是给守长的报告 千万要藏好 老四 这是江北刚刚派过来的新的交通员 他弄他咋吧 你们辛苦了 不客气 都是为了全国解放 周恒 那我就先走了 好 路上注意安全 明白 小心啊 你坐 你坐 老四 廣人怎么样了 虽然经过我们几个人的担保 廣人被放出来 可是他的宿舍 同时也被夏忠明的人给监视起来 更严重的是 第一绥靖区司令丁志盘 就要过来亲自追究此事 看戴永香的态度 他是打算把廣人交给丁志盘 要是那样的话 不但廣人的心理难保 对我们以后的工作就非常不利了 所以我跟汉梁和老五商量一下 决定把廣人转移出去 有计划吗 我们想通过青红帮的弟子 曹虎来办这件事情 曹虎 曹虎 那么做有把握吗 上次华变的时候 我发现曹虎很讲义气 而且广人有恩与他 我想他会答应你 这件事事不宜迟啊 一定要谨慎小心 李渡将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千万不能在任何事情上暴露自己 以免污辱大事啊 明白 我有书 曹虎 曹虎 唐总裁长 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找你说件事 您说 走吧 咱们换个地方 咱们戴上 原来 操红 李渡 我曹虎心里头清楚 有什么事 您直说 我求你的可是件大事 唐总台长 您找对人了 我曹虎在邦里这么多年 是有名的天不怕地不怕 要办大事 您还就得找我 什么事 您直说 吴总队长被抓了 知道吗 吴大哥被抓了 为什么呀 郑公处说他是共产党 吴大哥是共产党 不会吧 他们就是假裁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吴总队长现在被我们几个军官保出来 已经回到宿舍了 问题是 真机队的那帮人 二十四小时坚实的 恐怕这样下去 很危险啊 那唐总台长的意思是 让我带几个弟兄 把他给抢出来 吴总队长是怎样一个人 你比我清楚 夏忠明现在要置他于死地 这事 可不仅仅是大事 那可是掉脑袋的事啊 你什么意思 你是不想管的事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明白了 你曹虎现在翅膀硬了 飞得高了 瞧不起弟兄们 我明白了 唐总队长 唐总队长 吴大哥对我恩仲如山 当初我在炮团干不下去了 是吴大哥把我要到手为队的 现在吴大哥出了事 我曹虎就是拼了这条性命不要 一定要把他给救出来 只是 我不知道怎么个救法啊 好兄弟 果然我没看奏业 这样 但我来想 咱们就一言为定了 一言为定 好 梅参谋长请留步 我来看望吴总队长 明白 但是例行公事 我们得检查一下 失礼了 参谋长 请把胳膊伸起来 放肆 你们居然敢对党国军官 堂堂的要塞参谋长进行收身 胆子也太大了吧 我要马上打电话给你们夏处长 建议您电话就免了吧 要求我们对来访人员进行收身的 正式夏处长 所以还是请您配合一下 礼貌上我们欠缺了一些 但是安全上 绝对保证 韩梁 你来了 广仁兄 你受委屈了 我受老四的委托 特意前来看你 谢谢 这里没什么事 你可以出去了 抱歉 梅参谋长 夏处长有令 任何人来访 我们必须在这儿 这和关禁币有什么区别吧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因为我们也是依照命令行事 你 李兄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夏正明怕我 广仁兄 君子坦荡荡 你放心 事情的真相总会弄清楚 总有一天 肯定会还你一个清白 你回去 转告唐总台长和弟兄们 我吴广仁忠于党国 谢谢弟兄们的好意 好 你 好 来了 他 这 看见了 挺好 这是情况比我们想象的都快要糟 广仁兄不过是从一个监狱 转到了另外一个监狱 谁 除了 肯定是要严加看守的 何止是看守啊 简直是寸步不离 不但要搜身 就连我和广仁兄 单独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我只是简单地向他转达了 我们几个对他的问候 其他的就没法多说了 看来我们研究广仁的难度 越来越大了 是啊 丁志盘非常关心这件事情 夏忠明也正式看到了这一点 正在搜罗一切证据 要把广仁交到丁志盘的手里 所以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想办法 广仁要是落到丁志盘手里 这心命恐怕难保 四哥 要不这样 今天晚上我去带人 把广仁给救出来 不能这样 千万不能冲动 否则的话会影响失大 那我们总不能看着广仁落在 没听 今天的事情辛苦你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我们几个再合计合计 好 那我先告辞了 好 那我先告辞了 辛苦啊 来 四哥 咱不能看他广仁落在敌人手里 轻举妄动就会暴露身份 不但广仁救不了 没准还要影响到整个的渡江计划 可是江北领导刚刚传达了 权力拯救广仁的指示 无论如何我们得把他救出来 广仁是得救 但是只能智取 不能强攻 可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都不能出面 因为上次保释的事情 已经让夏中兵怀疑了 可是又没有谁能靠得住 昨天我已经说服了曹虎 他答应帮领导 但是 仅凭一个曹虎 恐怕解决不了问题 四哥 你们守部队 可不止曹虎这么一个青帮士兵 咱们这次啊 可以借着青帮的行动 青帮里鱼龙混杂 什么人都有 得格外小心才行啊 小心小心 你别忘了 广仁是为了救咱们同志 才被暴露的 他广仁不是让小心吗 如果他也小心 田天华夫妇 现在还在监狱里关着呢 老吴 好了 别争了 无力解决肯定是不行的 老吴 这次行动你要参加 你就要服从命令 报则你就退出 就这么决定了 滞車 有人来过没有 有 参谋长梅焊良来过 他就干了些什么 随便说了几句话 然后就走了 看来有人 耐不住寂寞了 开始有动静了 他怎么样 一日三餐倒是很有规律 整日在屋中不声不响 越是不声不响 越说明他有问题